兔子姐姐家里要注意哪些安全 我是平衡树杂检员 兔子姐姐挑上凳子 想象自己在走绳索 绳索下面是一条河 河里到处都是鳄鱼 糟糕 绳索断了 不能在凳子上做那么危险的动作 会受伤的 我的屁股 我在拖地 小心滑 滑 我来了 兔子姐姐在湿湿的地板上滑了起来 想象自己和企鹅在冰面上滑冰 冰面裂开 它掉了下去 水头闪开 滴滑的时候要慢慢走 你看看你 我把楼梯擦干净了 我要用屁股擦楼梯 兔子姐姐爬上扶手滑了下来 想象自己在营朵上滑滑梯 它撞到了炸弹鱼 快停下来 不要把扶手当滑滑梯 很危险的 我来了 我来了 请看下一集 擅装 帅 水头弄 冻